調查局接獲了線報 發現一艘巴拿馬籍的貨輪 申紅輪號 涉嫌走私毒品跟香菸 警方通報大陸公安之後 一舉把貨輪以及船上的嫌犯一網打盡 巴拿馬籍貨輪申紅號 涉及走私毒品及洋煙 調查局南基站提供行報給大陸公安 公安在香港外海查扣貨輪 並在海峽中線 將人船及毒品移交給海巡屬台南艦 帶回高雄港偵辦 未遂洋煙約有1000箱 K他命500公斤 未遂洋煙一一自貨輪卸下 十多個單位100餘人忙著搬運清點 碼頭好不熱鬧 洋煙都以黑色防水袋包裝 祭司人員研判是要在外海丟包用 海巡屬及警方表示 乘速度超查聲紅號都無所獲 兩岸合作終於做工 高雄港最近因為黃色小鴨吸引許多人潮 不過另一邊卻有人為非作歹 幸好我兩岸合作即時嚇阻毒品氾濫 聯合報謝龍田高雄報導 高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